Blackpint拥有众多第一的成绩 可为什么还不能登顶 Blackpint虽然说每次出新歌都能在油管拿到第一名 东南亚第一女团是美的说的 但是除了油管第一其他都轮不上 销量的话 现在矮子王都追上粉末了 姻缘一直都是女团的争锋地 但是今年粉末的回归曲的姻缘 真没有要登顶的成本 詹妮士自带女爱豆也不是人气第一 如果非药牌自带女爱豆人气第一的话 更倾向于给红毛的爱琳或者兔瓦斯的周子 他俩人的风情也要比Jelly好得多 在韩国登顶是要有大赏加持人 兔瓦斯从16年开始拿大赏 到2019才被白局出认定为登顶舞团 各种的大赏已经拿了十一个 粉末想要登顶还是先拿几个大赏再说 Bigpint和R20一都是出道不久后就拿到了大赏 以此鉴定了绝对一个 Blackpint目前完全没有能拿到大赏的希望 一个南韩登顶团如果一个重要的大赏都没有 那在韩国是无法认可的 拿大赏的重要两价 一个是姻缘 和程度的不同 拿到的大赏也会不同 去年Icon的拿回姻缘 只拿到了一次普通的大赏 就是社会效应和团体火红程度都不高 另一个就是销量 大幅度碾压其他偶像组合 造成了真控比赛 当然这个肯定是南韩女团生开专 例如 富瓦斯总销量破了600万 红毛达到了120万多佣 Blackpint却只有不到70万 粉丝可以找很多借口 比如说回归少之类的 但是差距如此的大 任何借口都是苍白的 自带女团里 在中国投钱做营销的 就只有Blackpint却 所以这个团在中国的人气非常高 当然不得不说 本墨的实力本身就很厉害 这就有了营销的点赞 虽然也经常看到硬推的营销 YG公司的BigPint 在中日韩都拥有超高的人气 也间接待了在本墨 公司上面的话 YG有Teddy在 有BigPint留下的中国营销经验 有洋老板在东南亚部局 各方面影响还有如今的人气 所以 粉墨要是想在自带女团登记 恐怕先要那几个大赏了吧 因为大赏在韩国有着 足足轻重的位置 每年的大赏都是引起南韩人民的关注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边